傻眼的还有这个台北市系列停车是很贵的 不过有这么贵吗 新竹市郑小姐她七位和家人北上开车到动物园玩 要回家的时候收到了一张500块的停车缴费单 让她傻眼了 而且她质疑说这是欺负外地人吗 或整个详细状况究竟为何 我们连线记者罗佩宇 好主播各位观众 如果你今天要来动物园玩 会发现说这个停车费真的是很贵 因为我们抬头一看呢 这个动物园呢 这个停车场的计费呢 平日呢是只要20元 但是到了假日一个小时就要60元 让很多民众都说来这里开车真的是很不划算 甚至有一名民众的投诉说 来这里停车停了一个下午就要500多块 让她说真的太夸张一点 许多经常来这边玩的很多说 看到这里呢看到这个一个小时60块 就想把车开走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访问 我们从台中开过来 然后本来是要去动物园玩 例假日嘛 想说带小朋友来玩 觉得一看到的话 那个停车费那么贵马上就开走了 因为台北市中心一个小时 假日也是顶多80啦 对啊80就已经真的蛮贵了 这边60真的是不太适合 我们可以听到呢 很多民众都说 这个动物园这个地处的这个地段呢 又不是什么精华地段 怎么一个小时要收到 跟台北市区一样的钱呢 让他们说真的很夸张 若停一整天哦 这个费用真的是很庞大 而不过呢 这个台北市政府也表示说 这里的停车场呢 因为到假日的时候 都是这个人满违患哦 所以呢才会基出 这个比较高的 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哦 如果呢民众呢 想要停这个比较便宜的话呢 可以到附近的木炸机场的 附近的停车场来停车 好等一下就现场最近情况吧 今天就交还给棚内主播哦 好谢霈宇啊 这个停车费收费是否太贵的争议 稍后也有完整报道 好